陳老師拜託啦 我們要去起地 你找環保產品來 大家一起給他們聲言 我說為什麼 你們要起地 你們就起地違法的 不是就是理所當然嗎 他說怕引起抗爭 我就空空真的 找一些環保產品就去了現場 後來才了解 那個機長就跟我說 要起地這一塊 印甲地的違規的檳榔 那一天動用了幾十個警察 雇了工人幾十個 是從別的地方調來 因為在地找不到 大家不敢被雇 因為你去砍他的 你就跟他結冤仇啊 然後光是那一天的出差費 平均算起來砍掉一顆檳榔 那個檳榔要砍還不緊 然後電器約不到一秒鐘就結束了 那一顆大概我給他算成本 是耗費公帑是兩千塊錢 好這個是小事最妙的事 你要起地呢 起地那一塊倒可以去執行 經過了十年十幾年 為什麼你知道嗎 我迴歸借佔佛土有一部分 一部分是我的鐵地有過去 那我就種了檳榔 那種了檳榔以後呢 接著呢就有行三年 七三年呢我要跟他拔弄啊 送他東西啊 我也有繳細菁啊 你不要亂亂啊 就用私底下的細菁等等啊 那拖拖拖拖拖了一段時間 那沒有辦法上頭壓力緊啊 那只好呢我就給你查報 那查報了以後呢就到法院 法院就要檢察官等等來 共同會勘 你知道這個時間要多久 來來去去會勘 然後到第一次判決 咦卻佔佛土有罪 OK 第一次 接著他再上訴 來來去去就不曉得多久 接著第三次 最高法院最高等法院上訴 到判刑確定 到整個都漏款 這之間他又透過民意代表又什麼 又去關收等等 透到後來可以起地了 第八年了 終於可以起地了 起地了 林武吉的施工人員要來起地 要來砍檳榔的人到了 發現不能給他起地了 因為他已經把該批檳榔 賣給另外一個人 按照中華民國憲法 他犯罪的部分 我可以處理他 現在這個財產他已經賣給另外一個人 依法 按照民法 你不得去處理他的東西 於是 我會再繼續打 整到可以起地了 十二年還是多久 所以因為那個局長要先是不達這樣的起地決心 好了 所以怕人家反抗 人家有什麼的 那我們就去那邊 然後配合他們看 我在砍的構成 心裡在想 真好玩 下個禮拜 香港的記者打電話給我 陳老師 這個那個時候 連戰當行政院長 連院長說 台灣要實施這個 把這個 因為那個時候喊得很大聲 檳榔亡國論 檳榔怎樣怎樣 要真的徹底起地檳榔 陳老師 照你的觀點 你認為這一波的 院長的這一波的起地檳榔會有怎樣的結果 我說我算給你看 按照目前 起地 現在台灣違法 違法違規又 合法的不算 違規了才一點點 佔不到十分之一 不到百分之多少而已 零點多少而已 那按照現在違規的 總共有幾萬 幾千幾萬公頃 按照目前 最近五年來 執行的成果力 一年大概可以執行 大概吧 零點幾公頃吧 我給他算一下以後 中華民國政權要把 違法的檳榔起地完全 要到大概民國 2547年 所以我說 秦才公公的 請問 連院長 你還記得你這個宣誓嗎 中華民國的官員 什麼經常在說 宣誓要做什麼 聽聽就可以了 我如果說得粗略就是說 那位如果聽著高薩也會吃 包括現在不是也出現一個嗎 反正都是這個樣子 不是出現一個 一個 無窮多的 所以各位朋友 你們要組成 在全國各地 組成公共政策 官法委員會 就像我在跟你們說 人因受災 紀錄任何一個人 他平常做了什麼事情做 他是公共人物的話 所有的對外的公共的事物 你就給他長期紀錄 他要嫌疑 他要做什麼時候 給他公然大曝光 足以檢驗 同樣道理 任何事件 你們有沒有發現 現在台灣就是 完全媒體在操控 現在媒體背後 總警員老共在那邊 他要整馬英九的時候 就整個發動 大家在那邊 你知道 馬先生也不是 什麼都聽他們的 真清楚 真一陣子都在夾 在夾馬生 有沒有 因為要逼他 很簡單 看得很清楚 現在台灣 都差不多 買一半了 買下台 收買台灣的這一套 台灣的媒體 什麼東西 爆了什麼事件 其實絕大部分 都有政治操控在裡頭的 所以 什麼事情爆了以後 接下來 沒有人去追蹤 後續發展 大家可不可以 組成一個團體 就是公開 在美 在網上 在什麼的 定期追蹤 比較重大的公共政策的變化 不能聽讓這一些 由中國在操控的媒體 再戲弄台灣百姓 再戲弄台灣百姓 還有 多少名嘴 有沒有被收買 那個不用講有後沒有 只是說 聽話會聽你不 我曾經差一點也是不是那種名嘴吧 2006我就退了 要講那個名嘴 我們私底下再講 我再告訴你那個內幕 你看這個檳榔 也是一樣 怎麼樣 我們要趟阿里山公路 我就繞到這裡 就不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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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